在辽宁多彩的隐身文化里 却都生发出来一个共同的追求 对酱味的追求 这里是沈阳的西塔 有着120年的悠久历史 孕育了独特的民族风情 在西塔街的两侧呢 形成了朝鲜族民族特色街 我们要寻找的另一种酱味 就隐藏在其中 今天我们找到了一位朝鲜族的民族专家 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 老师您好 您好 听说这个朝鲜族特别爱吃辣是吗 是的 这是跟朝鲜族的饮食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朝鲜族呢 向来比较爱吃清淡和辣的东西 这个朝鲜族的主食是米饭 而菜汤为辅 还有拌有各种小菜 而这个拌各种小菜的时候 辣椒酱是一个 它的一个主要的调料之一 就是他们把这个辣当做一种调料 但是这个朝鲜族和辣椒酱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这个朝鲜族大多居住在北方 北方天气寒冷 所以呢 而这个辣椒酱呢 又易于煮肠 所以呢 这个朝鲜族把这个辣椒酱作为 做小菜的一个主要的调料之一 我旁边正好有这个朝鲜族 有种辣椒酱呢 可以调制成很多的这个不同口味的辣椒 比如说你可以做拌饭酱 也可以做成这个做辣白菜的这种辣酱 各种 我看那边就是说还是以辣酱居多 还有这个辣白菜也是当地人特别喜欢吃的是吧 因为我看那个这边卖辣白菜特别多 是辣白菜是我们一年实际都吃的一个主要食品之一 但是冬季的时候做的比较多 易于储藏 也可以充分的发酵 那平时就是我们买完这个辣酱之后 是回家是直接站着吃 还是说是做菜的时候作为一种辅料 都可以的 也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作为辅料 这个拌菜的时候放进去 我看这个正在这个炸辣椒面是吗 是的 这个辣椒面呢 是作为这个做辣酱的一个主要的原料之一 就是一定要炸得很细碎 然后回头这个辣椒酱做的时候才能入味 是的 当然了 这个辣椒面的这个选择呢 也很有讲究的 这个辣椒面呢 细致的这个辣椒面呢 是作为这个辣酱用的 有一些比较粗糙的 那个是作为这个辣椒菜用的